在上個月開始,運輸署已陸續在全港三個地點安裝了44個新米標 涉及84個路旁停車位,以進行最後階段的實地測試 這些位置分別在中環耀星街、屯門文質路和西貢清水灣 這些停車位和連同的新米標,將會在1月20日,即後日,啟用 運輸署亦會由同日起,分批安裝另外12000個新米標 並預計在明年上半年全面完成取代現在的米標 這些新米標有三個主要功能和特點,為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新米標會支援多種付費方式,繳付泊車費 第二,亦會支援流動應用程式的APPs,入標2 這是我們運輸署開發一個新的APPs 這個APPs可以在現場和遙距繳付泊車費 入標2的APPs,將支援IOS和Android的流動裝置 並已經在相關的流動應用程式商店 免費公市民下載使用 第三,新米標亦都配備了感應器 以偵測停車位是否已被佔用 提供實時的資訊協助駕駛者尋找空置泊車位 以避免車輛需要在路上徘徊 我們標議要求的資料只是一個電話號碼 沒有其他資料 這個正正是一個防濫用的機制 因為我們會在系統上限制每一部手提電話 只能與一個在街上的麥錶進行連結 換句話來說,不會讓人透過一個電話號碼 可以連結多於一個麥錶以防濫用 可以連結多於一部手提電話號碼 有限時可以連結結束 可能是因為有限時可以連結結束 以及在電話號碼 對想法碼 有限時可以連結結束 我們會連結結束 在電話號碼 有限時可以連結結束